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海维加 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 我是贝贝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溪同学 欢迎小溪 哈喽大家好 现实返场来了 感谢贝贝 又不计前嫌 把我邀请回来 不计前嫌加引号 大家不计前嫌 好像我们吵过架一样 好了 今天我和小溪呢 一起来聊聊 《坠落的审判》这部电影 没有看过的朋友 其实这部电影 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几句话概括 一个女作家 因丈夫坠落身亡 而被列为嫌疑人的故事 在女主被法庭审判的过程中 而衍生出的 对夫妻关系 家庭分工 亲子关系 等等的审视 其实我们两个 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嘛 所以就请小溪 先来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咯 这部电影 我猜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 和我得来的渠道是一样的 就是从北大首映的那场闹剧 这一个事件起了一个 非常好的反向营销作用 让我觉得 那咱还非得看看不可了 看完之后 我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 就是我真的很钦佩 这个Rustin Trier 就是这个导演 他也是编剧 我相信大家 不管是看国产电影 甚至是好莱坞 已经被荼毒已久 就是说 这个导演 真是不拿观众的智商当回事啊 就是拿咱们当傻子 觉得啊 讲了个故事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理解我 你这个故事拍的确实低级 但是这部电影 看完给我的很大的震动 就是这位女性导演 太细腻 太厉害了 她能把我们生活中 非常日常的一个事件 剖析的如此透彻 讲的如此到位 让人看完之后 还毛道立 我说 首先比如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 我是非常佩服 她能把一个 又简单又复杂的故事 讲得非常的完备 没有把观众当傻子 所以还没看过的朋友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就从这一部电影本身的水准 也是很到位的 你当时看完什么感觉 我当时看的时候 一开场 就能感受到那种 法国电影的叙事节奏 它很慢 它不像那种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 就你说的 节奏很快 然后有固定的方式 它很慢慢来 然后有很多 悉尼的观感 然后每件事件 它的发生 好像都没有带着 很明确的那种目的 这是我为什么 这么喜欢法国电影的原因 然后这部电影 是一开始 就给我这样的印象 那时候其实我还挺担心 就是这样的法式风格 我一看时间 是有两个多小时 我还挺担心说 特别怕看不下去 没有外星的人 他怎么办 他怎么看下去 那事实证明 我是多虑了 其实它虽然是 慢慢来的这么一个节奏 但它情节 真的非常的精彩 就是它漫里面 它有那种紧张的东西在 然后特别是 看完以后 意犹未尽 你说两个半小时 竟然已经完了 就是那种 想再多看一点的 那种感觉 是 是 我和你有同感 这也是 我觉得我非常愿意 给这一个女性导演和编剧 非常大的credit 就是它有法式 非常 所谓散漫 疏松的节奏 但是它又讲了一个 内核非常紧密的故事 就手法是非常高级的 高明的 嗯 当时看完这部电影 其实 最让我觉得 shock 就是特别让我惊诧的 一部分就是 其实这不是照见了 每一对平凡夫妻的生活吗 谁的生活中 没有吵架呢 谁在日常生活中 不会有50次 一年有50次 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呢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给我们一种 就是展示了一个 极端案例下的可能性 就是 真的有一个人死了 在这个亲密关系里 这个伴侣 真的有一个人死了 这位女主角 被带上法庭 然后这部剧的名字嘛 叫Anatomy of a Fall Anatomy 其实英文就是 解剖的意思 它相当于说 我为了论证 这个女的 是不是把这男的 给杀了 我要把他之前 发生的所有蛛丝马迹 就像放在显微镜底下 解剖一样 我一边看 一边倒吸一口冷汗 我觉得什么样的关系 能经得起 这样的解剖呢 很可怕的一点就是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都非常清楚 人是一个很复杂 多面 立体的 但是 当如果在显微镜下 在法庭上去判断你 我们又只能通过 支言片语 来judge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 所谓的好人 还是一个坏人 因为现在我们要给他 定罪嘛 对吧 你要是有罪 你就是坏人 你没罪 你就是好人 就把人二元分离成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我也算是一个语言工作者 其实我看完之后觉得挺无力的 就是我们再怎么好的去运用我们的语言 我们怎么能表达清楚 在那么一个复杂情况下 你的思维去避免别人对你 就是断章取义 我觉得很无力的 我看完 对 而且这情况避免不了 就当时我看完这部剧 还是很绝望的 其实心里也有一种挺恐惧的那种感觉 语言这个东西 它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但同时会回过来反噬你 我们都是在做网络表达的这个事情 有人对你断章取义 然后拿出你中间说的某一件事情 审判你 去解读你 甚至去网爆你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刚才我们讲的 其实还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 要在网络上面去表达 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今天这部电影里面 这个夫妻关系 琢瘟的事情 其实都是被动的 被放到了这个公共空间里面的 所以我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比较 让我觉得无能为力 有点绝望的点 是在于 它让我想到了说 这个私人空间 和这个公共空间的区别 和边界在哪里 我们想象一下吧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写日记 我们都知道 如果这个日记写起来 只是给我们自己看的 以及你这个日记写起来 你知道以后肯定会有人看 又或者说你这件事情 你是写到朋友圈去分享的 这三个不同的情境下 我相信写出来的东西 不会完全一样 绝对不一样 对 然后呢 你看这里就其实就是一个 私人空间跟公共空间的区别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你们同一个人 我们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样说话 表达的内容 以及我们在吵架 愤怒这种 非理性的时刻 说出的话 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是的呀 这个是在私人空间 产生的不一致性 而一旦把这些 本应该只属于 私人空间的事和话语 给它再放置到 公共空间去审视 这个其实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一个是每个人 他的解读 特别是毫不相关的人 他们的这种审视 它会让真相产生 极大的扭曲 甚至是说 人们不再关注真相 而更多的是 关注自己的情绪 以及出于个人的 这种价值判断 我太同意了 那其实很多时候 人们的反应都是 自己在自己生活中 经历和情绪的一种投射 和我们最近加拿大 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不是非常的相似吗 来来来聊一下 对 我相信应该很多的 听众朋友也关注到了 这个事件 就是在我们这个 加拿大 全民免费医疗的地方 发生了一件 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 就是一个女性 从她 发现她的病症 到最后死亡 可能只有短短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她的先生 就选择写了一篇文章 在网上 肯定她也有抱怨 有吐槽 有各种情绪吧 散发在这篇文章里面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当时刚看到 这篇文章的时候 评论还不 就是阅读料 还不过万呢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是加拿大某一个小村子里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家觉得很可怜 在为她支招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大概两三周过去了 现在这个事件 能发酵成这样的级别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超乎 我的想象的 贝贝怎么看呢 你看这个 我妻之死这个世界 第一反应就是说 哎呀 这男性还挺可怜的 还有三个孩子 妻子这么英年早逝 一家人在这里 加拿大生活的 还是挺辛苦的 做那么多事情 她描述 她这个妻子的经历的过程中 中间有几个点 是让我心里 不舒服了一下 但我没有去想 这个不舒服的点在哪里 然后完了 我是真的跟你一样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会发酵到这种 我觉得甚至已经到 全球范围内了 是吗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发酵了之后 我又去看各个网友们 以及这个公众号的 这些文章嘛 我不舒服的点 他们其实都讲出来了 只是我当时没有深究 但是呢 我看他们的文章 我也产生了不舒服 当你知道这个男性 他有了三个孩子 然后呢 这么早去世 妻子去世 我很能理解 他在这个情境下 可能产生了各种 负面情绪 这种受害者的心态 网友可能基于这个文章 去对他进行各种的 解读跟分析 然后洋洋洒洒 好像讲到 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这个也让我很不舒服 没错 我是觉得 大家已经开始 带着显微镜 来对这个事件 做一场anatomy了 那么就像刚才 我们聊到这个 语言的局限性 这个男的 我到现在 我对他仍有 就是不管他 就像网上说的 如果他是真的很烂的 一个男人 但我对他仍抱有一丝同情 因为他 在这么短的时间 失去了他的爱人 他也要面临 自己带三个小孩的 这个情境 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生活细节 就像我们讨论的 在语言有限的情况下 在一篇 他可能 有感而发的情况下 被大家拿来做 anatomy 这是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恐惧的事情 而且 大家从 到我们今天来 录制的时候 大家也会有分析 他在抖音直播时候的 一些 行径 我感觉 就像贝贝说的 大家已经要把他 逼成一个阁楼上的 疯男人了 我们要揪住 他的一些细节 不放 人是立体的 不是说 他今天骂了一句脏话 我就会说 他的道德上 非常的 有污点 当然他 做了很多事情 anyway 很 很差劲 我确实 确实的来说 是很差劲 但是他现在值得 就是几十万 上百万的网友 给他 送去咒骂 这个事情 你反过来想想 不是觉得 让人很毛骨悚然吗 是 其实这也是 坠落审判里面 很像的一个情况 这个私人空间的 这个东西 被放到 公共空间去审视之后 产生的这种效应 我期之死 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以及跟进 整个发酵的过程 我就不断地 想起这个 坠落的审判 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很有相似性 太巧了 你有没有发现 就真的很巧 就是 你看 很像的一个点 第一点就是 都是在公共空间 去讨论私人生活 只是说 这个我期之死呢 他是 这个丈夫主动去曝光的 这个坠落的审判呢 他其实是 他是被迫曝光 第二个 他们很像的点就是 你们发现 这两个故事里面的 家庭角色 都是男主内 女主外 男性 都被网络诟病为 这种阁楼上的疯男人 然后呢 在被指责成 没有进行好 说做好这种 家庭主夫 该进的义务 以及在性格上 存在很大的缺陷 对 其实我现在想 如果以后 我们有机会 往回看 其实这两件事情 事件给人们 带来的思考 甚至可以作为 一个女性主义的 一个小小的 拐点吧 为什么 当我们都说 坠落的审判 这不就是 活脱脱的一个 性别转换吗 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 是这个男的 有这个女的 这样的成就 女的是那样的话 这不就是我们女人 现在正在承受的困境吗 为什么他们男人 就这么脆弱 让他们一转换 他就 一点都承受不了 就得以死相逼呢 这男人是不是太 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了 我也见过有 就是我还在追的 挺大的网红 有说 说我之前交过的 多少人的男朋友 都是像这个Samuel 就是坠落审判的 男主一样 是很弱的 我试图去扶他们 我扶不起来 所以现在 我只能 Let it be 就是让他成为 他那样的样子 这样的话 让我很警觉的 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过去的 这可能 十年以内吧 我感觉 在东亚 可能就是 以中国为首的 女性主义 其实发展是 非常蓬勃的 可能上野千赫子老师 做出了 不为人知的贡献 就是他在中国 比在日本很有名 其实我读到了 一个研究 一个研究是 说比较 美国女性 和中国女性的 报复水平 平均而言 中国女性的野心 是美国女性的三倍 通俗来说 就是中国女性 更能干 Chinese women have higher level of ambition 我们现在 你仔细看 就像刚才你说 那个我妻之死里的 那个女主 说他干这干那 你有没有觉得 他有点过于能干了 这个我们如果分析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他不只是一个 个人原因 我认为他只是有一个 社会的大背景在里面的 一个是现在 女性主义的蓬勃 但是再往几代以前 出于一个文化的原因 我们中国这个重男轻女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一个现象 即便这种偏好 没有公开的表达出来 其实孩子们 是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 我自己也会得到一个论证 就比如说对于女孩来说 我们感觉自己是 不如男生受重视 或者会被认为 我们自己是次要的 我们的痛苦是不重要的 姐姐经常要为 弟弟的这个期望 来做出牺牲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有一个 非常激烈的心态 想象父母 或者这个社会表明 就是说 我其实可以比 我弟弟更成功 我甚至就是 你看到了吗 你错了 我真的可以更成功 就是这种更能干 就是这个 high level ambition 这不是一个包一词 是因为她做了 她能力范围内 更多的事情 所以现在通俗来看 我看这个 我妻之子里的这个女孩 我甚至就可以说 她其实就累死的 她的这个能干 有时候你心想 是她老公 push她能干吗 当然也有这种 夫妻关系里的这种角力 这种dynamic的变化 但是很多一部分 我甚至认为 这就是社会成长 对于女性的期待的 一种变化 那么反过来再说 对于女孩的 这个期待越高 那这个男孩 他也是活在这个 社会框架里面的 就像女性 我觉得我们已经 so ready 准备好了 要去接下这个接力棒 我们要去 干翻这个世界 但是同时 我不认为男性 已经做好准备 让出他们曾经有的 这个主体的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坠落的审判里 这个Samuel是很慌张的 可以看到 我期之死里 这个男的是很窝囊的 你去blame这一个个体 有什么用呢 他从生下来 他就成长在 这样的环境里面 这是我现在觉得 挺伤心 也挺失望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把 这一个人逼死 对于这个小家庭来说 是损失 然后我们过了嘴瘾 那么这个世界 有什么变化呢 对你刚才讲到的 那个点啊 就是说 网络上其实很多人 都在批这个 不管是这个 坠落的审判 还是我期之死的 男主角嘛 其实他们在批判的时候 我是跟你有 同样的感受的 其实我对他们的个人 并没有一种很愤怒 或者是说 觉得他们扶不起墙的 这种感觉 反而我会觉得 整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整个文化上的问题 比如说你 父母重男轻女 他可能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个文化环境下 他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brain 这个个人 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 我期之死这个人 你去网抱他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 又把他给逼死了 或者是从此 坠入深渊 那对这个家庭 有没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吧 我自己的婚姻 之前也在咱们聊过嘛 我的婚姻是破裂了 我是exactly经历了 Sandra 就是这个女主 和这个男主 同样的状态 就是我在看 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会代入到 像男主的那个状态 是非常的无助 和绝望的 但是女性 有一点好处 就是 社会大环境 是这样的 我可以接受自己的 也许 庸庸碌碌 一事无成 加引号的 就是也许 我年少的时候 也有对自己 世界上的追求 但是现在没有了 但是放眼望却 大家周围都这样 那我对自己 可能有一定的 安慰和平息的作用 再者说 女性 她是一个 喜欢分享的群体 像比如说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可能逮着贝贝 我叨叨叨跟她 吐槽一顿 也会给我带来 一个心情上的慰藉 但是这个东西 换到男性的身上 换到这个 Samuel的身上 她的那种 男性的尊严 是很刚硬的 她一段时间 可能没有办法 体会到 像我们女性这种 叽叽喳喳的 去分享她的痛苦的 这种东西 所以在她的那一刻 我对她深深的共情 就是说 我曾经在她的 那个位置待过 如果我像她那样 保持我年少的刚硬 我也活不到现在 我甚至在某个moment 我感觉她必死不可 因为她真的 没有人分享她 没有人理解她 她没有地方去发泄 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 听到这也会说 说那你为什么要去同情 这么一个弱者呢 那就是因为 其实我和贝贝也聊了 随着可能年龄的一些增加 我们增大了一些 对人性的悲悯吧 我不愿意看着一个人 就因为这样一个事件 其实可以转换 但是没有转换 她就死去了 就像最后电影 那个Sandra 她赢了诉讼之后 她很失落 她说 现在赢了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奖赏 她失去了她曾经最爱的人 她的孩子也失去了 她的爸爸 我们也许看了一部 女性主义成长的 很棒的片子 但是 她的家庭 这个一半是再也回不来了 我现在看到这样东西 我有一种很大的悲悯在里面 虽然我经历过同样的痛苦 但是我不愿意别人 再经历一遍这样子 我也是跟你同样的感受 非常能够体会 她当时的绝望 无能为力 以及可能想要最后抓住一根稻草 来拯救自己的那种心情 但我并不觉得 那个吵架的场景中 像网友说的那样 她是多么的想要推卸责任 然后包括自己多么的无能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中 你表现出来这些特质 它并不准确 第二个呢 就是当我们这些有养过孩子的人 做过全职妈妈的人 那两三年的辛苦之后 你是非常能够体会到那种 你在日常所有的时间 都被孩子的屎尿屁占用了之后 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 以后未来应该会怎么样 就是你处在那种情境下的 那种迷茫跟绝望 我觉得每个做妈妈的人 或多或少都是能够体会的 你们发现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包括在这些影视作品里面 全职爸爸或者是家庭主夫 他们是一个很小众的 很小众的一个群体 挺弱势的一个群体 他导演很妙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性别角色 不是互换了一下吗 同时又设计了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导演 他没有用这种 很完美的这种七子的形象 这种强烈的对比中 让我们感受到传统的 我们以前女性 所拥有的所有的 这种痛苦的日常体验 你觉得女性现在 所谓的往上走 追求女性更容易 还是所谓男性往下走 去做这个家庭主妇更容易 我觉得其实对男性的挑战 也很大 因为他从小生出来 他还处在一种 哇 家里有皇位要继承 但是大秦已经灭亡了的状态下 然后要接纳自己的地位 被曾经不如自己的性别来追平 然后自己要去做一些 可能原来看不上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实话讲 抽离出这个两性性别来看 我认为对男性的挑战 也是挺大的 大家对女性主义 其实有一种误解 就是说女性主义 就是男女对立 只要把男人踩在脚下 但实际上 女性主义真正的 它是要追求男女平等 并且现在的含义是更加广阔的 是要去关注支持弱势群体的 在这个事件中 家庭主夫们 他其实就是我们 女性主义要去支持的 这种弱势群体 这部电影现在回头看的话 我其实最主要的 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男性和女性 他家庭角色的分工问题 就是不管谁去做这件事情 家庭中的这些 照顾孩子也好 家务劳动也好 所有这些无偿劳动的价值 大家怎么去理解的 怎么去分工的 那么他能不能被看到 能不能被理解 以及被肯定 对 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电视剧里的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 桑德拉他有一句话 其实给我震撼很大的 他说 他说我不认为 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这很天真 而且压抑 从婚姻的起源 从婚姻的定义来说 一定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要不然的话 人们不会缔结这样的一个社会关系 只不过是发展到现在 所以我还是 同意刚才你说的 就是 这个桑德拉的这个事情 把它作为一个个例就好了 它是那么一种 它是一个德国女人 然后 就是把它的buff叠满吧 非常的理性 然后又是一个作家 独立思考 我真的认为 她的这种 只能让我们作为一个个例来看 而不适宜于 把它树立为人们的榜样 就说把它每一句话 当成金句 去执行 如果夫妻关系不是互惠互利 那婚姻制度也应该早就消亡了 我觉得可能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性有发出呐喊 可能正是因为 有一些婚姻 她的确不是互惠互利的 而是 女性是在这个婚姻里面 她是附属的 是被剥削的 同样这个情况也适用于男性 有些男性在婚姻中 也是处于被剥削 处于从属的状态 可能就像这部 《坠落的审判》里面的 这个男主角一样 她其实面临着 跟一些女性同样的困境 怎么样才能实现 互惠互利的婚姻关系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不管你是出去闯 还是在家待着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会不会 散失自己的主动性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在我的这个经验里面 我觉得不管在外在内 在关系中 我们第一个 能否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第二个是 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平衡这个家庭的 这个需求 然后呢 在不得不做的妥协时 就夫妻双方 做好充分的沟通 以及对未来 将要发生的事情 做好充分的预估和准备 这是我感觉 我在做全职妈妈也好 后来出来创业也好 以及 现在可能又回到这种 半全职 半就业的这种状态也好 我觉得每一个都是 在灵活的变化 我觉得我都是 有这种主动权的 这是我自己的 这个经验分享 你的经验 在我看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就是有一个 非常支持你的先生 哈哈 跟大家反而赛一把 这个也并不是 容易做到的 前两天 其实有一个 很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其实女性 不是非必须要 向前一步 因为就是那个 Facebook的 那个首席执行官 有一个非常 著名的书嘛 叫Lean In嘛 就是翻译叫 向前一步 就是女性 因为我们其实 在社会中 已经有很多的 disadvantage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刻意的 去push自己 向前一步 前两天 有一个是网红 还是谁 就说其实 我们女性 应该有选择 我们不用非得 向前一步 对吧 这也是选择之一 但是这句话 又在我脑里 又想起来 一个警铃 就是向下的自由 不是自由呀 就是相当于说 你说我选择了家庭 我放弃了世界 那么你选择了一个 确定的小小的东西 你放弃的是 巨大的机会成本 就像你说的 如果在家里面 一直待着 或多或少吧 绝大部分 一定会导致你会迷茫 因为你的世界太小了 你放弃了一个 99% 你取到了一个1%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 有的女性 会享受这种 因为她有 非常支持性的家人 先生 以及她在家里面 非常的自洽 这样的人也是存在的 我觉得好像到最后 其实就是自己 是否有选择的这种权利 不管你是选择 向前向后 在家还是外出 我觉得都是一个 选择的问题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选择的自由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 而且像 刚才你提到的 这个电影的出现 《我期之死》 这个巨大的社会 现象级的视线的出现 其实 带来了很多的讨论 我觉得讨论 思考碰撞 是进步的前提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 最终真的进步 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但是我总觉得 有这样的碰撞讨论 反思 就像我们今天 可以做这样一期播客 对你我 我觉得都是 还蛮有帮助的吧 说实话 刚才跟男人也聊到说 中国女性 有这个女强人综合症 我觉得我就是 病患之一 在生活中 确实很多事情 都要在逞强 觉得自己 这也能干 那也能干 很多时候看到男的不瞒 所以是觉得男的不行 但是现在 在这个事件的情况下 看到一个单边的狂欢 就是以相当多人数的 人多去群殴一个 个体 我觉得有一点 狭义心肠的人 都会看不下去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 一个正常的事情 应该发生的状态 当然我觉得 这个也会触碰 我们去思考吧 在真正的 谁也离不开 谁的两性关系中 男的离不了 女的女的 也离不了 男的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 这个雅性关系呢 这个是我觉得 留给我的思考吧 特别好 谢谢小夕的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这期播客 就录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内容 也能为你带来一些 启发和思考 如果你们对 这部电影 或者是对 《我妻之死》 这个事件 有什么记得观点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讨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